这个东京大阪等地的这个新冠疫情呢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 大有这个不这个印度后城的这种趋势 可是呢日本首相菅义伟呢却忽略现实状况 忽略百分之六十五的日本民众的这个诉求 就是说停止举办这个东京奥运会 以免引来更大的这个疫情感染 结果菅义伟一意孤行还是要举办奥运会 结果呢全世界人都都表示反对 只有印度表示同意 为什么因为印度一天四十多万 每天死两万多人 他当然希望把这些死亡的人数往往往日本再运一点嘛 对不对把这些病毒传到日本去 日本也倒霉了印度可以分担一些这个国际的谴责 所以这个菅义伟得下台了 对不对不顾人民的安危一意孤行 你 immer是 branion之一能的 就是这些侮辑人的志愿 你只顾给你尼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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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